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4号星期日 咱们把林义夫讲完后半段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和第二个 第三个他就说 就是说现在有用理论 说中国陷入了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什么意思 是最近有个日本经济学家叫顾朝明 顾朝明提出说中国经济为什么百分不好 他给了一种解释 他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顾朝明认为1980年代 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房地产泡沫当时就是说最厉害 是泡沫最大的时候 就是说到了什么程度 就把日本东京皇宫的土地卖掉的话 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加州 就把加州整个买下来了 就地产 就价钱吃着这么高 对不对 如果把日本的房地产全部都卖掉的话 可以买回八个美国 所以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价格涨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离谱 成为全日本的最挣钱的行业 原本的一些做实业的企业 挣钱非常辛苦的 干脆就不做实业的 大家就不投资 都投机得了 纷纷的转去去投机房地产 许多家庭也同样的 去从事房地产投机 企业和家庭投机的钱 一般都来自银行贷款 贷款买房 1991年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整个日本的房地产价格 跌取一半 东京房地产价价格 更是暴跌到原来只有20% 导致企业和家庭大量的银行负债 企业挣着钱 优先去还债 而不是去投资 因而投资中涨得很慢 家庭也是如此 拿了工资 优先考虑了还房贷 因此居民部门 除了保持基本生活之外 消费也基本上不增长 企业的投资不增长 居民的消费不增长 整个经济增长就停滞了 GDP的增长 增长率持续30年 基本上就在0%到1%之间的徘徊 顾昌明称 企业和家庭在泡沫泼灭后的 还债过程 为修复资产货债表 并给这种经济低迷 起名为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中国这些年 房地产的价格也非常高 而且房地产的价格在下跌 企业和家庭也出现了 提前还贷的情况 因此顾昌明的认为 中国的投资不振 是因为企业要还银行贷款 家庭部门的消费 增长比喻其慢 也是因为家庭要还房贷 首先来看 就是说首先一点 他其实林义富跟我一样 就提到一点就是说 日本的经济衰退 经济低迷 不光是日本的责任 还有美国的责任 你不可能把美国完全抛露出去 日本是被美国一顿蒙棍打成这样的 所以首先来讲 先解释日本的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 不仅仅是修补资产负债表 这么简单 美国的东西一定要算进去 光说日本不提美国 这是耍流氓 日本这次经济衰退 美国最少负49%的责任 日本可能更多51% 但美国就一半 基本上就一半的责任 好吧 经济资产要求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提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需要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日本在1990年代 已经发展成为了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 日本要继续增长 同样需要 就是说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在1980年代末 日本人GDP接近了美国的60% 但是因为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 所以日本人均GDP 实质上是超过了美国 达到美国的110% 所以日本当时实际上 已经是世界上产业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了 几乎可以这么说 反正至少都是比美国高 所以美国才会在1985年的时候 采取打压日本的策略 就像现在 美国对中国开启科技贸易战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 1980年代为了遏制日本发展 美国国会通过了301法案 以日本对美国构成的不公平竞争为由 打压日本贸易 也打压日本的科技产业 当时并且到今天为止 实际上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 还是半导体的芯片行业 就是芯片 在1980年代 日本的芯片产业领先于美国 日本的日本电器 东芝和日丽 在世界半导体产业中排名前三位 美国觉得半导体 芯片产业行业太重要了 不能让日本的领先 其实我跟你当时我讲过 就是为什么回来台湾发展起来 就是美国在培养台湾 取代日本 所以于是就采取 现在用来限制华为发展的那些办法 来限制日本的半导体企业的发展 美国打压华为的目标非常明确 比如2023年的9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到中国来之前 就曾表态说 只要华为放弃5G和芯片的研发 美国将取消对华为的制裁 当时美国对日本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要求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共享技术 日本当时是没办法 因为美国在日本有驻军 所以日本的被逼无奈只能接受了 所以日本基本上放弃了半导体产业 现在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生产 不如台积电和三星 创新不如英特尔和高通 不仅如此 日本还接受了美国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放弃的以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的做法 从1980年代以后 日本就没有出现过领先于世界的新产业 当然有人说汽车产业还处于领先地位 但现在其实也不领先了 中国赶上来了 但是日本的汽车产业实际上在1980年代以前就领先了 所以后面一直保持领先 但是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行业能够领先 所以1989年美国日本签订了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 迫使日本开放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 此后东芝半导体业务可以说是持续衰落 一直到2018年 东芝最终无奈将整个半导体业务都卖给了美国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如果没有不断涌现领先于世界的新技术新产业 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就只会在园内踏步 而美国还在不断的发展 所以日本的人民GDP从最高曾经比美国高50% 到现在只有美国的50%左右了 所以日本经济增长的放缓 确实和人口老龄化是同时产生的 但是同时产生不见得就有因果关系 就是说我放了一个批一半的刮风了 这是我崩出来的吗 不是 当时虽然是一起发生的 但是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一个发达国家 人口老龄化到达的时候 如果能够提高教育水平 技术上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人均GDP的增长 还是可以维持在2%左右 但是日本只有1%的增长 关键原因在于 日本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基本都停滞了 这才是日本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 所以日本的情况在中国会发生吗 不会 原因有两点 首先在新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 中国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保险 中国可以利用人才多 国内市场大 产业配套齐全 领跑世界 像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 锂电池等新经济领域 就是例子 中国不但没有落后 反而反超了 固然在有些前沿技术产业领域 比如像芯片领域 中国还落后于发达国家 并且确实遭到了美国的封锁和打压 但是大部分高新技术 不是美国独家中有 美国不卖给中国 中国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引进 如果其他发达国家受美国的这种的胁迫 也不卖给中国 中国还可以依靠大的国内市场 利用举国体制来支持搞研发和突破 比如华为 美国举全国之力来打压华为 华为最终却没有被打倒 其次 中国还有85%的产业 属于传统产业 大部分还处于质感阶段 这个来讲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当时因为日本地方比美国小 人也比美国少 日本赶上来的时候 日本实际上应该已经赶上了美国 或者在某些地方超越了美国 尤其在民众方面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现在赶上来之后 说一个问题什么 中国根本就没有 它的实质产业上没有赶上出来 它只是因为地上大人多 所以总体过头大 但是是个虚胖 85%的产业 实际上还处于传统产业 大部分还都处于追赶状态 而且这些传统产业的基本 也不影响到美国的霸权 美国也基本上 这些传统产业的 美国基本上也放弃打击了 也不想再跟你搞了 你不能都搞 对不对 都搞也搞不过来 所以中国还可以利用 这些后来者优势 继续引进消化吸收 提高教育水平 有效劳动增加 将有利于中国在传统产业领域的 这种追赶 并且赶超 所以日本的经验并不适用 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日本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人均震力率已经超过美国 意味着日本的产业 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 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 已经没有了后来者的优势 只能靠自己研发新技术 新产业 但是日本受到美国的打压时 基本上直接就举白鞋 就投降了 这是它一个问题 没有反抗 它也无力反抗 所以放弃了当时 日本领先世界的半潮体芯片产业的 创新和领先 同时日本也接受了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思潮 1980代以前 日本是通过产业政策扶持 新产业有名的国家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这个词 本身就是日本创造出来的 但是到了1980年代 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起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 政府不应该用产业政策 应该让市场去配置资源 日本就真的跟着做了 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 也就全部都停滞了 实际上美国一直都在支持 自己美国自己本身的新产业发展 这也是美国技术 能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 就像美国政府和军队 现在支持SpaceX一样 都在背后却在支持的 但是我们说 微软有到美国军队在背后的支持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 新产业要发展 新技术要涌现 必须自己做研发 企业对新产品研发有很高的积极性 因为这些新产品 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 但企业对基础科研是不感兴趣的 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 有的时候就是一篇论文 后来就变成了公共知识 挣不了钱 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 新产品 新技术的开发 就会变成了乌烟之水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发达国家的政府 就必须投资基础科研 而政府能支持基础科研的钱 是有限的 必须做出选择 有针对性的去支持 那些对本国基础创新产业 升级最有帮助领域的基础科研 这就是国家的产业政策了 那么2011年 意大利著名的引进学家 马斯克特出版了一本 叫企业加行国家的这种专注 那么研究了 包括像微软 谷歌 英特尔等这些国际上领先的 美国前沿行业的先行的这些企业 他的研究最终发现 美国这些企业的前期研发和基础科研 基本上其实都是美国政府支持出来的 我如果就是说 伊隆马斯克的SpaceX 得到了美国NASA 美国军方大量的技术上 财力上 人力物力的支持 所以经济学家马斯克特 他就称 他说美国政府 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加行的政府 它是伪张成国家的一个公司 我们经常不说 中国是伪张成 一个国家的一个文明 而美国是伪张成国家的一个公司 所以就是善于发现新的机会 并且能够动员资源配置 帮助企业家抓住机会 美国政府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以苹果为例 苹果背后 具有美国能源部和国王部的这种支持 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日本太天真了 他接受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 就认为政府要推行普惠性的政策 不应该实施针对某个特定产业的政策 的确就像企业创新一样 确实绝大多数支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 是失败的 但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 不用产业政策 能够真正追赶成发达国家的 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 不用产业政策 能够继续维持技术领先的 所以这东西不可避免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 华尔街日报也说 美国现在走的 就拜登带领美国走什么 走的就中国式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 而美国实际上一直走的都是这个 只不过之前骗你说是搞什么新自由主义 但是实际上内核上来讲 他还是在支持自己的产业 他说中国这些年 能在新技术领域有所突破 而且达到全球领先 离不开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 所以一直以来 美国要求别的国家不使用产业政策 但是美国自己 其实一直在支持和实施 具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科技政策 同时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压 和美国企业竞争的 其他国家的科技企业 其实还打压过欧洲的空客 对吧 为波音出头 对吧 都出现过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放弃了当时领先世界的半导体芯片产业 同时放弃了以产业政策 支持新技术新产业的努力 这才导致1990年代以后 日本就不再涌现 有新的引领世界的新技术新产业 生产力水平不能继续提高 经济长期就陷入了衰退 但是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人口老年化阶段 但是只要中国继续投资教育 提高有效劳动 继续利用中国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 和后来者优势 以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换道超车优势 即使有些技术可能被美国卡脖子 但是那些领域的数量很少 中国可以依靠国内大市场 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 中国能不断推动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 使得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积蓄提高 保持经济继续发展 然后这就是谈到日本 日本当时倒霉主要倒霉在美国身上了 日本有一半的责任 但是美国 当然日本也相信了美国 但是主要是被美国坑了 说这些 其次就是说所谓的修补资产负债表 这刚刚提到的修补资产负债表 他说日本碰碰经济碰面以后 企业和家庭确实存在所谓的修补资产负债表的情况 企业要还债 投资增长慢 家庭也要还债 消费增长也慢 因此整个经济增长都放垮了 这个解释对日本是合适的 但是不适用于中国 为什么 中国房地产只是价格不涨了 下跌实际上并不明显 只是下跌的那么一点点 不像日本 房地产价格短时间内大幅下滑 东京的房价跌到剩下只有20% 中国远远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而且中国投资房地产的企业 从数量上看的确是不少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国家大 人口多 企业数量多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数量很多 但是你如果真的看比例上来 搞房地产投资的这种企业 相对来讲 比例并没有日本那么高 习近平看到日本的前车之鉴 及时打压房地产 没有等到最后 形成房地产 完完全全伟大不掉的局面 现在来讲 房地产已经基本上被打压住了 你知道吗 然后也 就是说现在房地产也崩不了 就即使崩了 中国也能扛得住 还没有到了 就是说 到最后实在是不行 绑架了国家 绑架了经济 对不对 其实2018年 我都说必须要动手了 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就习近平呢 还是这点事还是不错了 听到了我的这个意见 达压房地产 虽然比较及时 那更重要的是企业投资与否 是要看什么呢 是要看负债的水平 还是增长的机遇 实际上是负债高不投资 还是发展机遇少不投资呢 实际上是发展机遇少 对吗 负债多没关系 我借钱也会投资的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懂吗 所以显然是投资机会少 而不投资 而不是负债高就不投资了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 一个暗含的前提是什么 是企业缺少好的投资机会 日本为什么没有投资机会的 就是因为像前面讲的 自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 日本不仅接受美国的条件 放弃了先进的半导体 芯片产业的发展 而且接受了美国创造的新自由主义 不再采用的产业政策 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涌现 市场上没有了获利高的新技术新产业 企业投资意愿必然降低 所以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是因为没有了新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日本企业才不敢去投资 同时由于没有新技术 新产业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工人工资也不增长 消费增长当然也有疲软 所以最终导致日本经济的衰退 所以中国的情况都不一样 中国还有很多投资的机会 一方面在传统领域中 中国还存在着追赶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为特征的新菜道 中国和发达国家 实际上正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有三大优势 有利于新技术取得突破和快速发展 第一个中国有人力资本优势 新技术领域的投资 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 而中国中有人力资本的巨大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人口基础大 产生的天才有多 教育水平跟发达国家 已经没有太大差距 可以更快的推动经济创新和突破 这样来讲 前两天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纽约时报也说了 就是说在AI领域来讲 由于川普的一些任势 导致一些中国的AI的人才 来不了或者留不下 大量的回去 导致现在中国AI人才比美国还多 这个纽约时报也说过 对不对 第二 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怪川普 你不想说你要改政策吗 你不也没改吗 对不对 你现在不还没事 把中国留学生一关关系 关八个小时 关小黑屋 一关关八个小时 关二十个小时 对不对 你不是你吓唬的 中国留学生不敢来了吗 对不对 你现在怪谁呢 对吧 你拜登不也这么搞吗 对吧 好吧 那么第二 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 按购买力评价计算 中国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因此新技术 新产品加发出来以后 马上就可以投入到国内市场 很容易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 像美国英语商店 下载量最大的五个英语软件中 有四个是中国企业 拼多多cap cut 抖音 吸音等 他们在海外市场的成功 正是源自于中国国内市场 多年来的这种的内卷 或者说打磨 或者说经验的积累 但实际上就是内卷出来的 第三 全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 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电动汽车 当年在美国的时候 发展了十几年 年产量最高的时候 最多也就生产了三万辆 2019年 特斯拉深海工厂建成之后 在第二年 2020年就交付了48万辆 本来特斯拉电动公司都快破产了 由于中国最好的硬件配套 让特斯拉的快速发展 1984核瞬间就变成了世界首富 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 传统产业中 中国还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 与此同时 新技术新产业仍在不断的涌现 面临这样的市场状况 即使企业负债比较高 他们也敢借钱去投资 不像当年的日本企业 没有投资的机会 只能还钱 不敢借钱 家庭也是这样 因为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 就要再增加 家庭的收入预期就会好 或者不会太差 居民的工资还在上涨 大家就敢去消费 就不会为了还贷 不敢增加消费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出现资产负债表 衰退的前提 一方面是企业和家庭负债高 另外一方面 实际上是企业 没有了新的投资的机会 这是日本出现资产负债表 衰退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里我要说 林一夫还是比较乐观的 可能有点过于乐观 中国现在的情况恐怕 就是说你很乐观 但是别人可能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现在的问题 我承认一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其实还OK的 而且从去年8月份之后 中国经济基本上 其实在恢复在复苏 今年1月份和2月份的出口 增长速度非常快 快到了令人的瞠目结舌 这个收到转给你来一个 还有多少分钟呢 还有多少分钟 好 我再给你看一个 这个挺好玩的 我前两天看一个 这个我还给小伙伴发 发是什么呢 他特别有意思 他在这 这两个报道 我都看过 但是呢 我给忘了 在这了 有一小伙伴发一个什么 他说这样 纽约时报 在2023年的7月16号 发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上半年 就是2023年上半年 中国上半年出口迅速的回落 去年出口就低了 因为当时也是2022年出口太多了 基数太大 所以导致呢 2023年呢 好像显得出口的回落了 他说恐脱累世界经济 因为上半年呢 中国的出口呢 这个回落了 对世界经济的适用脱累 所以中国呢 是世界经济 对世界经济不好 然后呢 到了今年2024年的3月13号 还是纽约时报 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也报道了 还记得吧 那篇文章说 他说中国工厂出口 正在以超出所有人疫区的速度呢 迅猛增长 使世界各地的就业受到威胁 会脱累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太好玩了 太有意思了 你出口下滑了 你也会拖累世界经济 你出口中了 你也会伤害这个世界经济 不论你怎么着 你都会伤害的这个国际经济 好吧 那不管怎么着 其实到去年的时候 去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关注呢 这个什么纽约时报啊 华尔街日报啊 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报道 我也在关注中国经济啊 到年底的时候呢 我也是我他妈也看明白 就这帮孙子啊 刚开始我以为呢 他们是希望中国能够呢 这出手去就是 帮全世界经济发展 后来我发现呢 根本就不是 他们就是希望中国经济崩溃 没别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 这个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知道吗 就是他们无所谓 只要把中国经济说崩溃了就行 不管你怎么知道 我都说你不好 把你整个说崩溃 把你的经济说没有了 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 现在中国经济好不好 咱们放一边了 今年你发现了吗 去年的时候 一个月一个月的 我在跟你报中国经济怎么样了 你发现了吧 我非常关注这东西 到了今年的时候 到现在三月份了 我基本上我不说这事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了 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复苏 去年我就说 我说中国经济你说 快速发展谈不上 但那复苏是事实 今年还在复苏 今天复苏的速度 其实比去年还要快 但是重要吗 不重要 为什么 老百姓没有信心了 国内国外的这些人 就是洗澡了之后 老百姓现在信心是荡然无存 你知道吗 所以跟经济好坏 已经没有关系了 现在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老百姓有信心 没有信心 所以林毅夫有信心有用吗 没用 你知道吗 老百姓现在没信心 问题是在这 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 我说习近平 你要干什么 就是望眉止渴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你真的 拿四十万亿出来就是 但是你可以这么说 你说我国家 只为拿四十万亿出来就是 但是我们到2010年之前 先扔四万亿 然后后面 我们再陆续来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后面 其实你不需要 就是四万亿之后 你需要不需要 你真的再扔了 那时候老百姓的信心 回来了之后 就没用要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这四十万亿 只是什么 就跟曹操讲 就是说前方有个梅林 我们去那吃梅 大家就不渴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只是扭转信心而已 中国现在经济没问题 经济基本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经济再复苏 当然前面疫情 习近平处理不好 导致出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确在复苏 但复苏又比较缓慢 新生在救世的时候 力道不足 力道不足导致的 就比较缓慢 比较缓慢 实际上就是个信心 只要把信心一提高 信心一过来 中国问题就没问题了 但是由于信心上不来 那么所有的中国崩溃论 又都出来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但是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中国现在整个产业在升级 在换赛道 整个从一条赛道 换到另外一条赛道去了 就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劳动秘类型的低端治疗业 中国也不想要了 美国也不想让中国要了 所以再转移 再往这边换赛道 在换赛道的工作当中 就有一些人就有失落感 但是那些 就是说挣得盆满包满的 中国人就觉得我也没必要炫耀 是不是 我就不说了 那些就是说 失落的就在那里抱怨 你懂吗 所以你看到抱怨的多 炫耀的少 所以目前就有这个情况 但是林义夫 他这种乐观精神 我觉得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来由 但是我觉得也过于乐观 所以咱们只能说 就是说 再看 政府不是真的要救世 政府要救的是信心 不管你说什么 你做什么 让老百姓有信心就好了 你明白吗 其实有的时候 并不真的需要你一定要做什么 你懂吗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如果现在经济基本面崩溃了 那需要你真的做什么 现在经济基本上没崩溃 只是就信心的话 实际上就是喊个口号而已了 明白 你就把口号喊出来 信心一上来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了 就没事了 明白吗 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就有事 明白吗 当然这就看老习 什么意思了 好不好 不 老习你也不能说他不救世 从缺年底就已经开始救世了 我跟你说 大量的资金再往市场里边进 但他这个进吧 就是说他那个 那个知精准 你知道吗 精准低贯 你懂吗 他就是 而且现在就是这次 两会之后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几万亿的 这个投资吧 也是 不太看得明白 真的是不太看得明白 看到到最后实施的时候 我们看看 怎么具体的去落实 去实施吧 好不好 反正到时候吧 都有新的东西 再跟大家的 及时的汇报 好不好 但是也不能怪林义夫 林义夫他要他的这个观点和看法 好吧 我只能说 就是说乐观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过于乐观 当然林义夫说 我也不是过于乐观 我给大家打气 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 不管怎么知道 他其实我觉得林义夫 你看他这里边 他大量的提到了日本的 这次的问题 我经常说 其实我们看日本的话 能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中国跟日本走的路 很像 在这里面就说了一些 跟中国跟日本像的地方 跟日本不像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比较中肯的 就日本这个问题来讲 为什么我现在不太愿意 看那些西方的经济学者 谈日本问题 在这儿 西方的经济学者谈日本问题 只谈日本不谈美国 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不是胡扯吗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 就偏美国的那些经济学者 也是谈日本经济 只谈日本 不谈美国 老实告诉你说 日本做错什么 日本做错什么 日本哪儿不对了 跟美国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林义夫你看都没有了 这就是一个就是说 他是在美国 他好像是芝加哥大学的 这经济学的博士 学生回国的 然后常年也在中国教书 然后在经济界做一些研究 林义夫底算是中国 一个算是知名的经济学者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你发现他了吗 他就是说 他都看 从两方面入手 就日本的问题 我不光谈日本 我要谈美国做了什么 这个来讲 我认为 就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公正的 因为日本的经济问题的话 你不谈美国 有一半是视而不见 对不对 屋子里的大象 你假装没看见 屋里没有大象 屋里就一直大象都站着 你看不见大象 见到鬼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来讲 还不错 比那些 就是说 所谓的那些 就是说 那些也是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最后他那墨水 没喝到肚子里去 都喝到眼睛里去 大象都看不见了 你知道吗 今天日本 好像又哪儿造假 然后又出来 这个鞠躬致歉了 我看他们又在发 以前这个高晓松不说吗 说日本人不会造假 因为日本人不明白 造假是什么意思 后来呢 他们就今天发了 我看我能找到 我可能找不到了 就是发了 就是日本 就这些年造假 然后这个鞠躬道歉的 这个 这个 合集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 太有意思了 网友都这个 网友都太有才了 我看我能找得到 不行了 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哪儿去的 有一个玩意儿 当然大家可以自己搜 你可以搜搜 日本这些年造假 造假之后 然后他们企业 都出来 鞠躬道歉 找了一堆合集 问问告诉 怎么回事 不管怎么知道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好吗 那真心想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